为了加强部落长者防灾自救的知识以及基本技能 锐碎香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 特别结合了复原消防队 为长者们开一堂消防演练 从灭火自救、CPR到灭火器的操作 每一个环节部落老人都很认真在学 实际操作也让消防人员相当敬佩 中华人 开城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的长者部分男女都在玩火 原来这是他们今天开外挂 专门上这一堂消防课 滴管 标准火源 然后压下 左右扫 拉、描、压、扫 OK 日志湘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 为了加强部落长者消防防灾的知识 以及基本的自救技能 特别结合部员消防队专程开办这一堂消防课程 除了顺势进行消防演练 也透过消防员专业的知识技能 认识并加强防灾救灾等相关知识 从火灾自救 CPR到灭火器的操作 每一个单项科目 每一个环节 部落长者各个参与踊跃 更是认真学习实际下场操作练习 分人哦 OK 可以吗 中国人 又少色了 少色是在哪里 在哪里 在那个 在那个 经销人力有限 名利无穷 透过这一场专业的消防演练课程 部落社区理事长陈金浩肯定表示 加强每一位长者正确的放灾 避灾观念与知识 也提升他们在面对火灾等任何意外发生时的应变能力 保护自己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